大家好,我是巧娘 我教了大家很多种花卷 这种盘龙花卷,我还没有教过大家 今天我们就来做 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好吃 最近没有做面,因为面粉吃完了 今天刚去买了一包新的面粉 前面朋友留言说 面袋子的馅很难拆 其实前面有个标记 只要抽出一根馅来 两根就拉出来了 你看,这都是我面袋子的馅 我都有流出来,可以包洞子硬 这个面粉是22公斤 双咽面粉厂的中筋面粉 500多块钱 这个面粉口感非常好 我吃了很多家的面粉 只有这一家我吃了20多年 400克面粉加上3克酵母 加上220克水 做花卷的面团要比较软才蓬松好吃 如果你是新手 就按我以前给你的比例 和面团就好 因为这样做面团比较湿 盖上盖松弛十分钟 羊台上来拔葱 哎呀,清香又长高了 要马上采来吃了 小香葱很好用 香葱的头圆圆 就这里特别香 先拍打一下切细 香葱就是红葱 今天还要用五香油酥 我十万可能牙痛了 每天都在叫 面板上撒上干面粉 面团拿出来揉十分钟 听这个声音 就是没有发起来的意思 一直揉到光滑就好 不需要再第二次松弛 也不需要发酵起来 我们一定要一次发面 女朋友不懂得一次发面 就是我们发好了以后 稍微松弛一下 就这样开始造型 用大擀面杖来擀 擀成0.5公分的厚度就好 如果你家的锅比较小 你就用200克面粉来做就好 如果你是初学者 千万不要做像我这个这么大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一步撒上盐 然后五香油酥要搅拌一下 油酥的影片 我前面有教过 如果大家有疑问 可以去找前面看看 我也会把油酥的链接 放在置顶区 大家可以点阅 只有两分钟的影片 五香油酥 就是熟了以后 再加上五香粉 用刷子涂抹均匀 这个动作很重要哦 如果涂抹不均匀 你卷的时候就会卷不好 香葱拿得高一点 才能撒得比较均匀 重点来了 卷很重要 这不是用滚的 是用叠的 一层一层叠上来 我的锅比较大 我叠的宽度是8公分左右 也就是切开是4公分 如果你的锅比较小 你就叠的宽度比较窄 根据你家锅的大小 总之饼大 叠的就宽一点 因为还要切成两半 这个面皮很软 非常好整理 最后这一层很重要 如果没有刚刚好 就像我这样 送下了一半怎么办 你就往后推一下 两边拉一下 再折上 就折到中间就好 我们一会的刀切面 刚好就是切在中间 拍打一下 你看就从中间 刚好这一半切下去 如果你是初学者 尽量不用做这么大的饼 饼越大 你越难操作 我的面板比较大 我的锅也比较大 你看切的时候面板都放不下 另一头不要切断 留出一公分的宽度就好 就可以切面朝上 开始卷麻花的样子 切记哦 每卷一次 切面都要朝上 如果朝下 葱跟油就流失了 这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做面食 只要掌握了面食的习性 很多的东西不用教你自己就会了 我重点的地方 我都会跟大家讲 你看我变的都是切面朝上 从前面开始卷 也是切面朝上 不需要卷的太紧 只要卷起来就好 因为还要发酵 如果卷的太紧 就没有太多的空间发酵 这样会比较蓬松 最后的头怎么处理 捏一下 轻轻的捏 旁边稍微捏一下 连在一起就好 不用放在下面 有错误的教法 教你们放在下面 那下面那一坨面怎么办 一看就知道偷别人的影片 重点的地方我都有强调 想学面食就要记住 锅底抹油 直接放在锅里发酵就好 整理一下 没有开始发酵 怎么整理都可以 发好了就不能动了 盖上锅盖 开始发酵 我们太平的温度是28度 发酵了20分钟 胖胖的了 这个不能按压 只能拍打 碰碰的响 就是发好了 先开火 空烧5秒钟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 这个道理跟水煎包有点像 加到花卷的三分之二处就好 切记从旁边加水 千万不要从上面泼下去哦 那我真的会打你屁股 平常我们用蒸笼蒸花卷 我都告诉大家 凉水上锅 一共蒸25分钟差不多 那这样就熟的比较快 我们绝对不用25分钟 那你就要在这里看火 真的不准去尿尿哦 我关火了 我又停留5分钟 才开海锅盖 锅里锅盖就很多水 太大喝 要用个盘子帮助才能拿得出来 如果你是初次做 不一定非要做的像我这样漂亮的颜色 花卷不是水煎包 只要熟了刚刚好就好 可以这样直接撕着吃 也可以反过来用刀切一下 一般人家都四口之家 做这一个 全家吃都够了 这样做出来的花卷 真的真的比面包好吃 非常的蓬松 非常的鲜软 如果一餐吃不完怎么办 就这样切成一块一块的 放冰箱里就好 不管你怎么捏 都是马上回弹 像你去买的吐司 有时候一捏不会回弹 这样的盘龙花卷 不管你怎么捏 都马上回弹 其实如果不做影片 我都这样撕着吃 就是从边边上开始撕 一层层往里面吃 吃起来也很方便 不管撕在什么位置 都是一层一层的 因为我们用盘的 所以撕起来都很长 非常的松软 最重要的是 这样盘龙花卷 特别适合老人家吃 做一碗酸辣汤 你这样给它撕着放在碗里 软软绵绵 很容易咀嚼 这是我奶奶这么大年纪 时常吃的面食 因为吃起来真的太方便 太方便 都不用用牙吃 就这样撕着吃 不需要再加牙 希望大家学起来 这个真的很简单 只是巧娘主妇 你第一次做 你减半就好 只会成功 没有失败 好了 赶快动手试试看 做给你亲爱的家人吃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